在与英语的比较中,有学者认为,英语是以他动词为中心的する言語,日语是以自动词为中心的なる言語。 なる从某个意义上说是日语特征的一个关键词,是和する、いる等动词一样在使用上高频的词。 这节课我们就来谈谈动词なる,なる有很多用法,比如 随分寒くなりました,表变化,留学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表决定,この窓は二重になっています,表结构,彼は私のおじになります,表关系,等等。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最基本的表变化的用法。 なる第一种用法是表示状态的变化,比如 子供が大きくなりました。先生に褒められて嬉しくなりました。 彼はよく質問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首先从形式上看,詞性不同,与なる的接续也有所不同。 一形容词加なる,词尾要变成く。 那形容词加なる,词尾要变成に。 名词加なる,要用に来衔接。 动词加なる,要在动词词典型后,加油に来接续。 从意义上看,例句一到三,虽然都表示状态变化,但是内容稍有不同。 例句一表示的是孩子成长的持续状态。 例句二表示的变化是意识性的, 近似于单纯的某种情感的产生。 所以改成先生に褒められて嬉しかったです。 也是可以的。 表示情感的一形容词加なる, 多表示这种意识性的情感变化。 所以表示某种情感持续至今。 比如我跟朋友聊天、回顾被老师表扬了的愉快心情时, 就不能用表示变化的なる。 而要说,先生に褒められて嬉しいです。 如果说成,先生に褒められて嬉しくなりました。 则表达的是当时被老师表扬了, 现在终于高兴起来了。 例三和一一样,都是表示状态变化的。 但三所表示的状态是某种习惯。 动作成为习惯性的、反复性的状态这一变化, 也属于状态变化的一种。 这种情况下,なる前面接的是表示一次性动作的非状态动词。 我们看这组对话。 李さん、最近どうですか? はい、ちょっと疲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疲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表示的是疲れる这种变化反复发生的状态。 也就是容易出现疲劳现象的意思, 而不是我最近有点累。 通过上面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 同时状态还要区分是意识性的、 还是持续性的、 是动作、还是习惯等来使用。 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是, なる前面表状态的词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表示主观的动词。 例句四中回答, 你最近怎么样? 用疲れています就可以表示, 我最近有点累。 之所以有的同学用了不恰当的なる, 有可能是他们以为疲れる是状态动词。 表示主观的思う。 信じる、感じる、困る、弱る。 呆れる、助かる、疲れる等动词, 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独特的语法性质。 在表状态这点上, 也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 比如, そう思う、信じます、困ります。 呆れるな、 这些以路形表示现在的时候, 似乎可以说都具有状态性。 然而, 思う、信じる、感じる等动词可以用 と思うようになりました的形式表示内在的变化, 而困る则没有困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的用法。 第二个要注意的点是, 不可以接naru的状态性动词。 我们前面学过, 形容词分表示事物性质的属性形容词, 和表示情感感觉的情感形容词。 一形容词和表示属性的na形容词, 都是可以后接naru, 表示变化的。 但是, 有一部分表示情感的na形容词, 不能接naru。 还有一部分表示状态的名词和动词, 也不能接naru。 可以说, naru表变化的句型, 其实在词汇层面是很受限制的。 比如, 困难, 混雑, 回転, 緊張, 安定, 独立, 这些名词皆naru, 都是不自然的。 国際化, 合理化。 等加词罪, 何々か的派生词, 也不能说, 国際化になる, 合理化になる, 而要用, 国際化する, 国際化される, 这样的表达形式。 还有, 残念だ, 不思議だ, 意外だ, 等不能接naru的那形容词, 想要表示变化时, 要采用 残念な気持になる, 不思議な気持になる, 等表达方式。 最后, 来看看表示变成某种反复状态的情况。 一般提到, 动词加用になる句式时, 最常见的是表示可能的状态动词。 比如, 肝心が欠け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料理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但是, 在表示形成某种反复状态时, なる前面的动词, 反而是表示动作, 或变化的非状态性动词。 この頃, 早く目が覚め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私の言葉は10ヶ月で歩く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所以, 我们不能一味强调状态动词, 因为这样容易导致误用。 比如, 弟弟终于好好学习了, 就需要用动作动词加なる, 来表示形成了学习这一习惯。 弟弟はやっと真面目に勉強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学习的要点。 第一, 属性形容词加なる, 可能动词加ようになる的搭配, 可以放心使用。 其他情况就要注意了。 なる前面的否定形式是なくなる。 第二, 嬉しくなる、 悲しくなる等表示的是意识性的情感。 三, 表示形成习惯性反复状态要用, 非状态动词加ようになる。 日语倾向于关注事态的变化。 所以, なる可以说是代表了日语特征的一个典型表达法。 希望你能好好体会掌握今天的内容。 お疲れ様でし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